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Automagic的试驾影片 众所周知啊 机械化时代已经面临没落的年代 我觉得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个第8代 Foxwagon Golf R 如果各位老板们今天有300多千的预算想要买一台与众不同的车款 你又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 最主要还是要一台快 很快 非常快的车 这样这一代 从德国整装进口的第8代 Foxwagon Golf R 就会是你的菜 另外在这个年头你要用300多千买一台300多匹的四驱钢炮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了 你看他最直接竞争对手像是Mercedes-Benz的A35 AMG A35也是要卖320千 BMW M1351 X-Drive也是要卖360千 所以你今天可以用同样的价格买到了这个钢炮的开山鼻祖 买到了这个Foxwagon最有代表性的字眼 就是这个R 就值回票价了 顾名思义Golf R就是这个R 让它整个bumper是充满了R的味道 从某一种程度看来 是和那个150千的Golf R-Line 是有相同之处的 但是你实际的看 它整个车头是更加的wide 从你的视界效果是宽了很多 所以它的剪接线条 剪接利落 让它显现出它是一个深藏不漏的斯文人 也非常符合它这个半猪吃老虎的形象 我相信大家觉得这个第8代Golf 好看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这个贯穿式的头灯组 它沿用的这个是iQ-Line的一个设计语言 在iQ-Line头灯组也是同样的沿用在其他的第8代Golf身上 包括那个1.4 TSI的R-Line和GDI 虽然三款Golf都是用上同样的头灯组设计 但是在这个贯穿式DRL上面的 这条饰板 在三款Golf都是用上不同的点缀 在Golf R-Line这边是用上了一个斯文优雅的 chrome饰条 在GDI方面就是用上了一个 激情红色的烤漆 而这个Golf R 顾名思义就是用上最有代表性的蓝色烤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8代Golf 在车身长度和轴距上面都和上一代7.5代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在车身长度稍微的长了27mm View Base 轴距也是稍微的长了4mm 反而在宽度上面还窄了10mm 小绝对不是它的问题 它就是为了维持小巧灵活的一个车身 在赛道才是它的精髓所在 在这个第8代Golf R 用的是一个独特的悬吊设定 让这辆Golf R 比起其他的Golf 低了20mm 让这个车身看起来更加的协调 所以走到来车车这一边呢 也可以看到有一只银色的side mirror 就融上了特达大哥 Audi 性能车款上面 沿用的同一个 设计语言 还有啊 再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轮圈设计 用的是19寸的Adelaide 轮圈 匹配的是235 35 R19 的尺寸 用的是Gootyear Eager F1 轮胎 在这个轮圈里面啊你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片的刹车盘 而且还是个打孔式的通风碟 最亮眼还是这个专属 Golf R 的这个前世后裔的 蓝色Brake Calipers 大鲍鱼 所以你在路上啊看到这一辆 银耳还有大鲍鱼的Golf 就不要乱乱去捧它了啦 来到车尾这边啊可以看到更加的简洁利落 非常非常的整齐啊 它没有太多的线条也没有夸张的大尾翼 也没有夸张的Diffuser 它走的是一种更加的简约 更加的Inz的风格 在这个第8代Golf 的车尾灯方面啊 它沿用的也是一种IQ light的设计 同样沿用在三款不同车型的Golf 同样里面的有非常立体的感觉 晚上开灯的视觉效果是非常的Trade 同样 保留了这个Sequential Indicators 中间部分呢就有一个 非常经典的Volkswagen打开后备箱的方式 还有一个 R 的标签 这就是告诉你这是真正的R 就在其他的 R line 车款上面是没有看到这一个东西 这就是跟你讲这个是 精进的Golf R 在这个Bumper 下方啊就有一个 黑色的钢琴烤漆 下方就有这个专属Golf R 的四个拳头 搬大小的 四个 真正的 Exhaust pipe 不是那种Feed Vans啊 按下这个 巴桿 没有电动尾门 这个行李箱空间就说是 中规中矩啦 就是一个HP车型的一个空间 有381公升 如果觉得不够的话 还有64分离倾倒功能 作为一辆HP车来讲 灵活性还是有在的 下面是没有备胎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Harmond Cardon的subwoofer 说明这个车的影响是绝对是不错的 Push drive button不是在左边 也不是在右边 是在中间这边 讲到中控啊 怎么样可以逃离了这个 小巧可爱的电子排档杆和911同款的呢 虽然用法上是一样啊 但是和那个100多万的是不同的说法啦 下面这边有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和Auto Hold功能 旁边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你要放你电话 还可以啦 所以前面这边有一个Wireless Charging Dock 前面这边有一个Golf的名牌 还有一个Fernway Turn 我相信啊 大家都会很好奇这个358千的Golf R 你那200多千的GTI多了什么东西啊 首先啊 就是我身后这个非常的有包覆性的这个Napal Leather的 类似这个Bucket Seed的设计 它用上了一张 蓝色缝线和蓝色皮革做点缀 中间这边有一个Golf R的缝线名牌 这边啊 旁边这边还有一个 类似Carbon Fiber这种纹路啊 来让整辆车里面更加有运动气息 虽然啊这个Golf R的椅子啊 它蓝色元素不是很多 但是刚刚好 不多也不少 我本身觉得啊这个Golf R的椅子啊 是比那GTI好看很多的 因为那GTI沿用了不同的颜色太多颜色了 让你眼睛非常的混乱 它这个蓝色就有一点 炎炎火焰的一种感觉啊 就会让你有一种 激情中又带点一种热血 但是又不会像 红色那么的激情 再来啊第2点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用上了这个10颗 1480W的Harmond Carden高级音响 全车是有10颗喇叭 包括我之前在后面讲的一个subwoofer 所以这个Harmond Carden高级音响啊 厂家还为它设定了4种不同模式 分别是Pure Chill Out Live 和Energy 让你以最佳的状态听你想听的音乐 再来啊里面还可以 调节 Balance Sound Focus 和Surround功能 所以和其他高尔夫一样都是采用的是 10.25寸的触屏主机和这个10.25寸的电子仪表板 但是RR Line和GTI啊用的是 Discover Media 而这辆Golf R用的就是Discover Pro 就是功能更加齐全的主机 拥有更多的功能 而这片 电子仪表板啊 Golf R拥有的是它独有的R Design的设计 所以多了一些蓝色的一些边框来做一些点缀 让你时时刻刻提醒你 开着的是一台与众不同的Golf 开着的是一台 300多千的Golf R 所以主机方面啊它多了这个Gesture Control功能 所以 这个是GTI和R Line没有的东西 而Foxwagen为全系标配这个第8代Golf啊 还多了Ambient Light设定 厂家为它设定了5个模式 分别是Infinity Eternity Desire Euphoria 还有Vitality 所以如果你这些 氛围你都不喜欢的话 你还可以在Individual这边做你的你要的设定 所以 什么颜色什么搭配 你可以进行自行的搭配 让这辆车瞬间多了一种贵气感 所以同样也是和其他Golf一样拥有 Wireless Ample CarPlay和Wireless Android TOR 下面这边还有一个Wireless Charging Dog 这台车还多了4种不同的驾驶模式 分别是Comfort Sport Race 和Individual 所以可以让你以最佳的设定来 行驶你不同的路况和你的驾驶习惯 而在Individual里面还可以为你的 Staring Drive 和Engine Sound 做调整 而它的Dynamic Chassis Control DCC 它中间有 非常多的调节 从最Comfort 到Sport 到Race 都可以进行10多种不同的调节方式 可以让你以最佳的状态来 行驶 所以在 这个车啊最特别就是在这个Engine Sound 其实在德国啊他们是叫 Sound Attractor 就是用车上的 音响系统来模拟这个Engine Sound的功能 让 驾驶者 更有一种激情 也听到Engine Sound更Direct的声音 所以现在是在Engine Sound 最Comfort的时候 它听下它的声音啊 Sport Sport 是很明显的 感觉还没时间 加重了的 所以你打Reverse Gear的时候啊 你只能看到一个普通的Reverse Camera罢了 它没有什么360环绕显示的camera 但是啊它全车有8颗Parking Sensor 前后一个有4个 所以对一辆C-Segment H-Pack来讲绝对不是问题 但是啊这辆Golf R还是比GTI和R-Line多了 Side Assist Rail Cross Traffic Alert 还有Blind Spot Monitoring 但是可惜的就是啊它是还是没有AEB功能 也没有Lane Keeping Assist 跟Hualcoin 也没有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这东西啊其实我相信Foxwagen他们也是有挣扎过的 他们要不懂要不要 把这东西引进来马来西亚车款 暂时在Voxwagen Malaysia旗下 是没有任何车款 有这一项功能 所以啊如果他把这一项功能引进过后啊 他价钱肯定会有明显的上涨 所以上涨过后 你们又讲太贵了 现在没有的话 这些东西重不重要 就见仁见智了啊 所以除了这个 独有的R Design Graphic的仪表盘之外啊 其实这个方向盘就和R-Line的 有一点点相似 是同样的有这个R的Logo在下面 可是这个就多了非常多的这些蓝色缝线 还是有一点感觉的 旁边这边多了非常大片的Pettle Shifter 而且在 旁边两边这边是有多了一个Golf R的蓝色 Race模式来启动它的Race模式 旁边啊这两边都是用这种 Haptic Touch 触觉 Touch Sensitivity的一种 触控感应系统 所以这个系统啊 真的是 很难用啦 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啊 你就会不小心的按到一些按键啦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如果你在晚上开灯的时候 配合这个Ambulite是非常好看 非常fancy的 但是好看和实用 你会怎样选择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啊 所以这个方向盘啊还多了这个 发热的方向盘还可以调节不同的温度 所以你可以觉得这个东西很多鱼啊 但是这辆是从德国准装进口的车管 它是为了 国际而设计的 所以这个 这个配备它给了你 你可以不用 但是啊它在主机这边啊它是有配备这个 通风和加热功能 通风椅啊是非常适合马来西亚的天气的 是这个你可以在主机这边调节它三个不同模式的 温度 你要很热 不热 你要很冷 再冷 都可以调节 而这个主驾的这个椅子啊还有10项电动调节功能 还有两项的memory seat 而且它还支持这个power lumbar support的功能 所以做起来是非常的有包覆性再配合这个拿泡椅子的柔软度是非常的舒服的 所以你在这一辆第八代的Golf上面啊你和前几代车型 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取消到了非常多的实体按键 而取而然之就是非常多的这种tush sensitivity啊 就所谓的它们的haptic touch啊其实是非常的 不实用啦可是是好看 所以 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咯 可是它是很不实用的实用性来讲是 特别八概的啦 所以这样300多千的Golf R 它除了一些蓝色的元素蓝色的椅子 Harmond Carden影响 R Design的Graphic之外啊其实它的用料和其他的Golf版本是 基本上是Alban Addict的啦 它的 Material 都是差不多的这边多了一个 比较独特的纹路 旁边的Hard Plastic啊还是有的啦毕竟它还是一台Golf 所以好像一些国外有的配备像是Head-Up Display HUD显示 天窗等等马来西亚版本是没有引入的啦 所以后座表现啊我这个175cm的 身高坐下去前面它有一个 拳头三个手指 上头部空间还有一个拳头 包覆性还是非常的不错舒适性是有的 发泡棉啊是非常的软非常的舒服 比起很多的一些热系车还要来的舒服 座椅长度啊还是有栽的 包覆性也很好 再配合这个蓝色的元素啊在后面它也是有这个蓝色 边框蓝色的皮革缝线 还有 Carbon Fiber Footprint的 旁边的一些做点缀啊 所以它后面后座还是不是会考考KK做给你的啦 所以门板啊这边还是有ambient light的 而用料就 比较hard plastic啦后面 但是前面这边啊是有很多的pocket pocket 可以放你的电话 下面还有一个大pocket 所以中间这边啊它的隆起是算很高的 而如果你坐四个人的话是刚刚好啦 坐五个人中间那个会很辛苦啦 因为毕竟它都是一个四驱系统嘛 它下面要装很多的一些驱动轴等等之类的 再来啊它这边是有一个 三驱恒温空调的 所以它后面是可以进行调整它的风量 还有温度的 所以这个对于马来西亚的炎热天气来讲是 很不错的一个 功能啦 所以中间这边还有一个arm rest arm rest中间有两个杯架 所以这个 包覆性也很好 中间这边还可以拉开啊 你可以伸手过去后面拿东西啊 所以不用把整片椅子翻下来 这个灵活性还是非常好的 这是我开过最贵的Volkswagen车款 同时也是Volkswagen有史以来打造过最快的Golf 它在马来西亚的要价接近360千马币 这辆Golf R它还有4Motion系统啊 它可以独立分配扭力到各个轮上 一般我们可以看到的四轮驱动系统啊 它只能够做到前后分配扭力 但是这款Golf R它拥有R Performance Top Vectoring 可以左右分配扭力 好让你在进出完都能够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这就是这辆Golf R的精髓 这辆车也是有一个模式啊可以让ESC 更直接入啊让你有一个更加激情的驾驶体验 但是啊马来西亚版本就没有这个Drift Mode啦 KL4中心这边走啊 这条路真的不是普通的烂啊 太多Construction了 我就模仿了如果我要把这辆车当成Daily Use Car 来上班 它是很明显感觉到 Confort Mode模式可以应付这些路段的 它好啊好就好在这个拿POW ladder的Bucket Seat 是很舒服的 它也是有这个电动Lumber Support导致你坐在车里面啊 不会有好像那种AMG赛车同一那么的硬邦邦啊 它也不会让你的腰感觉到不舒服 绝对不会 它的操作界面就真的是不可以啦 它的这个Staring的Haptic Touch Sensitivity啊 真的是很难用啊 如果你手上啊有汗啊你的手握方向盘的姿势等等啊 会让到你不小心按到一些不应该要的按键啊 所以包括啊如果你要做一些Aircon Setting啊 车的Setting啊 音量大小啊 都是需要用这个Touch Sensitivity来操控 所以啊这个对一个新手来讲绝对不是那么的友好 你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它 而它的Default Mode里面啊就是Sport Mode了 现在我们在Convert Mode程式行驶在Max Highway 所以你要慢慢走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可以让你拥有一个非常宁静 慢慢无忧无虑的开 在Convert Mode模式啊它也是能够让你非常轻松使用 这辆车子啊 但是啊你就不要渴望它能够和其他家用车来比啊 因为毕竟它的悬挂和轮胎的profile都是偏向运动化的 它也可以在Individual里面调节车辆的不同部位的 像是啊我现在在城市走很多那种坑坑洞洞啊 要Convert的悬吊但是我又要Sport灵敏的指向性啊 所以这辆车就可以满足到我的需求 如果你要在Highway Cruising的话大概110公里每小时的话 它的RPM转速也就才1800左右 所以油耗表现应该也不错啊 这辆车是可以打95的油 而且真心觉得它打95的油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当你打开Sport Mode的时候啊它是非常有力的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加速表现 它这个320PS 400Nm 绝对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它一点就来了 一直会跟你讲 再来 再来 再快点 再快点 因为它真的太稳了 它起步的时候你是可以feel到它的form motion是非常在抓地的 你要上高速 跑跑山去去Torge的时候 一打开Sport Mode 绝对可以打包大多数路上的车款 它的加速表现已经只比超跑了 但是啊它这辆车的引擎声和exhaust声就不会讲很大声啦 它最主要就是这个engine sound的功能 就所谓的fake sound 其实它的引擎声其实是没有这样大声的 它是利用这套harmon carton的影响 营造出可以让驾驶者拥有澎湃的激情 但同时啊它又不会饶民啊 所以你坐在车里面啊它是非常direct听到你的引擎转速的 而且啊这辆车拥有非常大片的pedal shifter 可以让你想要开快的冲动啊 和这个配合这个方向盘的设计啊再配合这个pedal shifter真的非常的战斗 再用一个80kmh的速度过这个弯啊完全没有问题 这辆车你很难开到它会有甩尾的感觉 因为它不会好像很多的后驱performance car这样飘啊 它是可以去到很extreme的真的太稳了 你会觉得它的比例配重啊是已经接近50比50了 而且啊它这套轮台真的非常抓地啊 但是要看路况啦 如果好像下雨天它是还是很滑的 这辆Golf R的悬吊啊是由前方的 MacPherson Front Axle 和后面的Fall Link Rear Suspension组成的 它拥有专属的Spring让这辆车提高10%的Stiffness 前方的Negative Chamber也可以导致这辆车拥有更好的横置表现 和后方的Aluminum Space Frame 也可以让这辆Golf R减轻3kg的同时 也可以大大提升它在过完的表现 Golf R还有它的Vehicle Dynamic Manager VDM它是结合了前方的差速锁就是Front Defensational Lock 和它的Fall Motion系统 让这辆车拥有更高层次的抓地模式 让你在弯道啊是得行应手的 中山手术啊这辆Golf R你可以感觉到它的handling是非常的精准啊 它精准到它非常的听话 你要怎样它就会怎样它不会忘了 它不会像其他那些钢炮那么的鲁莽那么的暴躁啊 这辆车啊它可以给你非常comfort的开啊 它可以成为你的daily drive 但是它又不会损失掉它成为一辆钢炮的一个特性啊 所以这辆车它是非常值得购买 因为它你能够买到一辆可以成为daily drive的钢炮 你也可以买到VW的信仰 这个R的logo的信仰 所以这个Golf R的存在啊是为了让这个Golf的车型升华到不同的城市 让它提高它的level啊 这辆Golf R已经是钢炮的开山鼻祖了啦 不出意外的话这款第八代Golf啊 将会是最后一代使用纯软油引擎 很有可能下一代车型啊会变成混合动力或是电动车款 也不一定 毕竟欧盟对排放量越来越严格 怎么样这款358千的钢炮之王会是你的奋斗目标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你对这辆Golf R的看法 如果有打算购买这款Golf R的老板们就要手快了啦 因为这款Golf R在马来西亚是限量贩售的 喜欢和人家与众不同的车款 不妨尝试这款车 我是Jaden 请大家留守Automachy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新车影片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